男人都快隔屁了还在和女人接吻 而她不知道 这个女人是她未来的儿媳妇 女人是皮奥金王国的第一公主贝利亚 此刻正在被她的父亲亲切教导 只因为她拒绝被送去帝国 卡斯托尔帝国的皇太子 已经杀死了十一位皇太子妃 正在寻找第十二位 如果被选为候选人成为皇太子 未来可想而知 贝利亚因为黑发在王国被视为不幸 从小就备受歧视 如今还要牺牲自己换取王国的和平 她无论如何也不甘心 乃曼莫里为了安抚国王 主动请求在宽限点时间 她会让公主改变主意的 回去后 贝利亚考虑难道要用自己是圣女的事情 来阻止去帝国吗 莫里却表示 如果被发现是圣女 贝利亚绝对会被利用到神力被炸弹 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行李 让贝利亚逃亡 也许这是最后离开这个监狱的机会 莫里递给贝利亚一张地图 让她前往地图上标示的地方 会有人等她 她告诉贝利亚 第一次抱起公主的那天 自己就发誓了 即使献出生命也要守护公主 所以她希望公主能让自己遵守那个誓言 不久后 乔庄后的贝利亚来到了地图上的地图 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她以为是莫里说过的人 便要查看她的伤口 男人却让她走开 贝利亚没有理会 揭开男人的衣服 看着流出的血浑身发抖 男人还有功夫嘲笑她想要救人 却懂那么厉害 贝利亚让她老实点 然后拿出随身带的药水 撒在了伤口上 但因为男人伤得太厉害 药水根本不够 想到照这样下去 这人死定了 贝利亚心下一横 拖起男人的脸庞让她别动 然后就吻了上去 男人也很配合 一手拖着她的头 一手还住她的腰 直到一吻结束 贝利亚查看男人的伤口开始愈合 哪知男人再次抓住她的手腕 按着她的头又吻了下去 女人为了救男人而吻了她 男人却意犹未尽 按住女人的头又是一顿狂吻 直到女人用力推开她 看着满脸羞红的贝利亚 卡恩才回过神来 自己这是干了什么 贝利亚解释这只是单纯的治疗 恢复了的卡恩起身扶起贝利亚 却见对方脚步有些虚幅 忙问她是因为对自己使用能力的原因吗 贝利亚让她别担心 只是因为是第一子 听到这话 卡恩反倒有些惊喜 她注意到贝利亚的发色 以为她不是皮奥金的人 而贝利亚也终于意识到 对方不是莫子说的人 她大惊失色 询问卡恩难道把在这里的人杀了 卡恩急忙解释地上的血都是自己 这里一开始就没有人 她看到贝利亚手中的行李箱 猜测她是在逃跑途中 便询问她是去卡斯托尔吗 自己是卡斯托尔人 可以带她去 随后她聊起贝利亚黑色的袖 发放在唇边请问 感叹真漂亮 都舍不得放手了 而贝利亚却被她的话惊住了 皮奥金人厌恶黑发 因为这是把皮奥金 变成附属国的卡斯托尔的象征色 母亲因为生下黑发的她 在负罪感和周围人的怀疑中去世了 父亲和兄弟姐妹也对她恶语相想 而她却说自己的头发漂亮 卡恩表示自己可以帮助贝利亚离开这里 作为暴打 也可以让她一辈子衣食无忧 然而贝利亚却拒绝了 她不希望这样 并让她忘了这件事 就是萍水相逢而已 说着话她披上斗篷离开 却没听到卡恩自言自语 忘记应该很难了 天空中一只大鸟飞来 卡恩几步跃上屋顶 看着远方喃喃道 未到她已经记住了 很快就能找到 随后便抓住大鸟的腿离开了 而贝利亚还在寻找街头人 她想起了刚才的吻 按道自己疯了 对再也不会碰到的人 脸上不由地浮起了红玉 但看着空无一人的弟弟 贝利亚忐忑不安 就在她胡思乱想之时 有人叫住了她 以为是街头人的贝利亚转身一看 整个人僵住了 女人用吻救了未来公公 而自己却被抓走了 贝利亚看着来人 赫然是父王身边的西赫塔 她问公主知道 协助王族逃跑的最有多重吗 贝利亚立马想到了莫里 忙追问莫里怎么了 西赫塔说不知道 她上前抚摸贝利亚的脸庞 提起如果早跟她结婚的话 就不会有这事 贝利亚一把拍开西赫塔的手 自己从始至终就没有选择权 而且她也不爱自己 西赫塔坦言她爱人 只是不想违背陛下的意思 然而接下来 她却以莫里的性命为要挟 让公主跟她 另一边 卡恩回到了自己的住宅 夏恩注意到她的衬衫 担心她受伤了 得知卡恩已经都好了 夏恩不由地盯着伤口发问 虽然陛下的治愈力比一般人强 但怎么可能 难道是神兽帮忙 卡恩无力吐槽 那家伙有帮过她吗 她回想起和贝利亚的亲吻 表示自己得到了神力的帮助 而这话听在夏恩耳朵里 却意义重大 不信神的陛下受到了神的恩惠 有能治疗那种伤口的 巨大神力的人存在吗 她很想知道是谁 卡恩则更好奇 她一边换下衣服一边表示 从现在开始她要找出来 最后只发现了一滩血 随后拿出收集到的情报 皮奥金王族之间 好像发生了内容 而线下首先要抓住 追杀者的贪于势力 卡恩突然插口表示要杀无赦 因为他们有凯雷尼亚斯的镰刀 刚才腹部的伤就是被那个砍的 他把镰刀扔给了神兽城 相信他已经把他藏到 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说完卡恩便准备 寻着味道出去找人 雷克斯让他用莲帽衫遮住黑发 自己刚才看到一个黑发女人 被骑士们带走了 卡恩问她什么意思 长袍里的头发是黑色的 有一个看起来像骑士的人 走过来摸了她的脸 然后她被带着往城堡方向去 卡恩听完立马翻墙跳了出去 男人寻着味道找到了女人 想要带她走 却还不知道她是自己儿子看中的女人 回到皇宫的贝利亚 在监狱里见到了莫里 他求父王救救她 作为条件 他答应去往卡斯托尔 之后贝利亚便被西赫塔 送到了一个小房间里监禁 他再次确认 他们是否会给莫里进行治疗 西赫塔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让她不用担心 陛下不会把有价值的东西认掉 临走前 他警告贝利亚 如果不想看到奶妈的尸体 就不要有逃跑的想法了 贝利亚透过窗子看向远方 转而眼底饮满了泪水 他转过身子告诉自己认命吧 却听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声音 问他什么认命 贝利亚吓得转身看去 只见卡恩出现在了窗前 贝利亚惊讶她怎么进来的 毕竟这里是皇宫 而且还这么高 卡恩只说自己爬墙能力比较强 然后询问他因为黑发被关在这里了 又或者是犯了大错 贝利亚不想解释 他让卡恩快点出去 卡恩却说自己只是想报答救命之恩 提议他和他一起走 面对卡恩伸出的手 贝利亚有了一瞬的动摇 但他不能 因为他还有要守护的人在这里 卡恩表示那个人他也能救 贝利亚不相信他有办法 让他快走 他不想向任何人求助 突然门外有了动静 贝利亚紧张地看着卡恩 对方表示自己只问一句 他会死吗 贝利亚告诉他不会 敲门声响起 西赫塔已经站在外面 贝利亚催促卡恩快出去 被发现的话他们都会出大事 门外西赫塔拿出钥匙 卡恩却还在不紧不慢地向贝利亚确认 钥匙插进了钥匙孔 西赫塔说他要进去了 门把转动声响起 卡恩淡定地让贝利亚不用害怕 因为进不来 果然只见把手转动却不见门打开 贝利亚不明白怎么回事 卡恩迎风坐在窗前 说了句明天见便跳下了窗户 徒留贝利亚一脸猛逼 什么意思 别再来了 他看着卡恩消失在夜幕中 不禁产生了好奇 神兽说男人 你这个发情的雄性野兽 西赫塔推门进来便问贝利亚在门上做了什么 贝利亚反问自己能做什么 无非是门太旧了开不了 见西赫塔推开窗户检查 贝利亚问她这个时间来干什么 一个少女走了进来 称自己是辅佐公主的女佣 贝利亚叹了口气 不是莫里她不需要 西赫塔让她考虑到自己作为皇室成员的声誉 第一公主背弃祖国 因试图逃跑而被监禁 这还不够丢脸吗 而贝利亚却说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自己就已经是可耻的存在了 西赫塔不再多说便退下了 留下了自称卢爱玲的女佣 贝利亚告诉她自己已经习惯了自力更生 而且马上就会离开 希望在那之前能够得舒服 自己不会在意她和谁联系 向谁报告 而卢爱玲却说她会和公主一起去卡斯托尔 她就在隔壁房间 需要的话请拉绳 离去的卡恩跳在了树林里 她埋怨称又把自己扔得这么狠 称却问她要帮忙吗 觉得她被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蒙蔽了双眼 闯入皇宫还爬了高塔 见卡恩说只是想报恩 把她带到卡斯托尔安置好就行 称却吐槽她发情的雄性野兽说什么报恩 她欠自己的恩情用一辈子报都不够 卡恩背对得无可反驳 问她为什么还要帮自己 谁知她不过是好奇 说完便展开翅膀飞走了 卡恩一回去 下恩便汇报又有一批刺客越过的皮奥金国顶 卡恩吩咐找到他们的住处 一定要打听出下令人的名字 随后她又让夏恩去打听一下 雷克斯说的黑发女人被关在皮奥金城堡里的原因 接着她注意到桌上的果子 听夏恩说是皮奥金的特产 味道不错 卡恩随手拿了几个 她让夏恩先回去休息 自己躺在床上看着手里的果子出神 第二天睡醒的贝利亚看到了桌上的吸力人 这让她又想起了莫里 要是去神殿当神官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都是因为自己 抬眼时 贝利亚愣住了 卡恩再次出现在窗口 她用吻救了男人 而如今男人用吻给她喂水 卡恩带来了吸力轮 贝利亚却更在意她爬墙翻窗的不礼貌举动 两人无声地对视着 卡恩是第一次见到黄金桶 她走到了贝利亚身前 见对方向之竖起毛的小猫 便调侃她二话不说就问自己的事情 成功让贝利亚害羞地扭过了头 卡恩解释因为她救了她的命 所以贝利亚说不需要报恩侯 她才什么都没理由 只是看着而已 之后两人正是互通了 只是贝利亚有所隐瞒 谎称自己叫贝尔 念叨了一遍贝尔的名字 卡恩觉得和第一次见面就接吻相对 介绍确实有点晚了 贝利亚再次红着脸 强调那只是治疗 见对方要离开 贝利亚眼神坚定地希望她不要咱们 卡恩没在说话 只是叮嘱她记得吃那个果子 回去后雷克斯前来汇报 他之前提起的王室内祸 是皮奥金王和公主之间出了问题 原因是陛下的儿子 严格来说是陛下的侄子 为了皇太子妃的候选人 向皮奥金王发出了恐吓心 所以皮奥金王准备把公主送去 被公主拒绝了 雷克斯直言换做她 她也不想去 不顾一旁夏安的阻拦 雷克斯豁出去了 就算会死她也要说 陛下常年在外整战 都不知道皇太子怎么生活的 她借着选妃的名义反复 做着杀人的勾当 这都已经第十二个了 他们的帝国那么美丽一句 却因为禽兽不如的皇太子 被别国称为野蛮人的国家 卡恩平静地听着雷克斯说完 夏安初言维护雷克斯 虽然言语过激 但并没说错 如果继续放任不管 陛下还没退位 皇室生育就会破裂 要尽快回卡斯托尔 卡恩没有拒绝 而是表示在那之前 有个人想要带走 因为他很难敞开心扉 所以说服需要时间 处理完后就回卡斯托尔 夜里贝利亚可醒了 但他浑身无力 根本起不来 模糊中 一个男人用嘴胃给了他 反复几次后 他却嚷嚷着海耀 男人是个独身主义者 但他却爱上了未来的儿媳妇 卡恩给贝利亚喂过水后 便拿出了自己带来的 剪开的稀里轮 一片一片地送到他嘴里 等他睡去 卡恩端起桌上的剩饭 将它们倒进了小瓶子里 然后换来了银 让他把瓶子交给下岸 自己则留下来照顾贝利亚 看着睡下的女 卡恩越来越好奇 她的真实身份 而且自己还十分地在意她 直到夜里 贝利亚再次醒来 卡恩问他口还渴吗 贝利亚想起自己 浑浑噜噜噜时的 记忆不由的面红眼神 哪里还会渴 他蒙着脸提起刚才 不知为什么喉咙很干 卡恩也学着贝利亚回答他 自己只是治疗而已 也需要水的患者水 也需要温暖的患者温暖 贝利亚担心他会被发现 卡恩让他放心 隔壁的女佣 把食物拿过来就离开了 他拿起带来的稀里 本来想把这个送给你就回去 但你没别的吃 见贝利亚表示喝汤就够了 他却将汤饭倒掉 解释食物里有味道 虽然不是毒药 但是能夺取自我支配精神的药 他再次询问贝利亚 到底犯了什么罪 竟然要在食物上做这种事 对于卡恩的提问 贝利亚一律保持沉默 他表示自己会小心的 催促卡恩回去 这时 趁飞来了 丢给他一瓶解毒剂 他告诉卡恩 毒药是拉夫那时 一种可以把一个人的 自我毁掉的毒草 随后留下一句 沃尔夫的最后一代 终于找到伴侣了吗 便飞走了 卡恩让贝利亚喝下解毒剂 随后贝利亚提起了那只鸟 还把沃尔夫的最后一代 那句话重复了出来 卡恩震惊无比 他没想到贝利亚能听懂神兽的话 内心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人类 另一边 夏安和雷克斯在讨论 陛下要带走的人 如果是女人的话 会不会成为陛下的伴侣 但他说过不会结婚 也不会生孩子 卡恩是沃尔夫最后的血统 而且还是继承高贵的 阿尔法血统的唯一的王 但他竟然是个独身主义者 男人贵为皇帝 却是个独身主义者 多年前 在卡恩回到森林生活后 有一天夏安找来 告诉他皇帝驾崩了 而他的堂哥 下达了烧毁这片森林的命名 因为他从未把卡恩当作弟弟 只是为了利用他上战场了 雷克斯不知道陛下 被自己信任的哥哥背叛 是什么样的心情 夏安却明白是兄 灯卫并不是陛下想要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负罪感 但更重要的是 皇帝这个位置本身就令他不说 但遇见另一半 陷入爱河 生下孩子 和这些有关系吗 为贝利亚吃完西利伦的卡恩 再次向他提出了一起走的想法 没等到回答 便发觉有两个人过来 贝利亚让他先走 下次会给他答复 西赫塔带着卢艾琳来送饭 临走前 他提起了诺子 陛下对他的治疗毫不论责 所以公主只要安静地待着 到时候乖乖离开就可以了 回去的卡恩 从雷克斯那里得知 被藏在塔里的 有可能是国王的私生子 虽然其中缘由还有带考虑 但这都不会妨碍陛下 要带他走的决心 这时辰飞来 发出了找到暗杀者住处的信号 卡恩等人快马加鞭前去活捉他们 而贝利亚还在等他 他不明白卡恩今晚怎么没来 西赫塔突然出现检查 他是否吃完食物 并流露出假惺惺的惋惜 贝利亚拍开他的手 警告他已经不是自己的未婚妇 并威胁他不想被送去 卡斯托尔的氏公主的尸体 就不要再随意进入房间 或碰自己 等西赫塔离去 贝利亚看着窗外燃放的烟花 内心开始患得患失 卡恩为什么没来看他 是回自己国家了 还是生气了 或者是腻了 他内心失落 眼泪不自觉流了下来 明明说过要报恩的 做了那么多事 当他惊觉自己的失态时 却见卡恩迎着绚丽的烟花出现在窗口 这一次 当卡恩再次提起一起离开时 贝利亚不再犹豫 他却 跟他一起去卡恩出生的国家 男人终于知道了自己心仪的女人 竟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安心 卡恩没想到贝利亚答应得这么干脆 那么接下来就是救出他要守护的那个人 一想到莫里 贝利亚很失落 奶妈是比亲生母亲更像自己母亲的人 可她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 卡恩安慰她先休息 自己会再来接她 临走起来 贝利亚主动稳住了卡恩 她吞吞吐吐地说这不仅仅是治疗意义上的 这句话的意思 卡恩希望这件事顺利结束后听她说 看着卡恩离去的身影 贝利亚心中微暖 她说过自己的黑发在她的国家代表的心 也许 卡恩也是她的幸运 监狱里 国王和西赫塔看着奄奄一息的默奋 她知道自己是能让贝利亚留下来的 一醒来就咬舌头 国王让西赫塔等她弃绝了就收拾她 趁这个机会 把她所在的赫特伦伯爵家一并处理了 至于贝利亚 要在到达卡斯托尔之前变成需要的状态 而卡恩这边 根据贝利亚给的信息 他们觉察到她就是第一公主 卡恩也终于意识到 贝利亚是有可能成为皇太子妃的人 没有过多的犹豫 她制定好了救人计划 并安排他们找医生和回去的船 几人开始分头行动 西赫塔再次闯入了贝利亚的房间 她已经发现贝利亚没有吃那个药了 于是又掏出一瓶让她吃下去 贝利亚以为是拉夫内食 便想着等西赫塔出去后吃下解毒剂就可以 于是果断喝了下去 突然她的意识有些模糊 只听西赫塔说 那药和汤里的不是一种 还有 莫里死了 想救公主的赫特伦伯爵也失去了爵位 领地所有一切 是公主最终把他们逼入了绝境 滚过去之前 西赫塔告诉贝利亚 她会在新地方睁开眼 希望她好好掂量自己的处境 不要毁了别人的生活 雷克斯顺利救出了气息微弱的末日 而卡恩到达时 贝利亚却已经不在了 男人把老婆搞丢了 卡恩来找贝利亚 却见人去乌空 他想到贝利亚之前对自己的承诺 那些话不可能是假的 于是他拜托称去向周围的野兽打听一下 这里发生了什么 而他自己则寻着味道追去 一路追到了港口 此时琛也飞来 告知他女人已经乘上船离开了 回去后 卡恩决定立马带着就回来的莫里城快船回鼓 只是计划不如变化 说好的快船 却因为出了故障 修复都要三天 雷克斯提醒他 这样一来 公主会先见到吉尔皇太子 卡恩立马写了一封信 让琛帮他送给卡斯托尔神殿的拉塔 那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了 只是 他长着漂亮女人都会喜欢的脸 还总是习惯性的勾引女 不过 对此卡恩也早有准备 他在信中威胁拉塔 要是敢乱来就会亲手宰他 而不久后收到信的拉塔本人也是无语致敬 这是在求他帮忙吗 分明是威胁啊 只要说一句他的女人就完事了 何必这么麻烦 就算自己之前犯过几次错误 也不至于这么不信任吧 而此时的卡斯托尔帝国 一个女人正趴在皇太子的身上意犹未尽 吉尔却让他完事就离远点 太热了 艾维塔起身注意到港口有许多其他国家的船 那是黑发的皇太子妃候选人 吉尔一直在寻找神域里的黑发金童的女人 这次皮奥金来的候选人是他们的第一公主 本来吉尔对天生没有黑发的皮奥金王国提这个要求 是想以此为借口踏平皮奥金 没想到他们竟然把第一公主送来了 轮船上的贝利亚正遥望着远方 原来是卢艾玲给他吃了解药 西赫塔并不知道卢艾玲调换了草药 他在皮奥金没有家人 即使被发现也无所谓 贝利亚注意到甲板上来了两个人 没有过多在意 他只是在想 卡恩应该会埋怨他吧 如果自己早点同意卡恩 是不是就能和莫莉一起离开 是他害死了莫莉 莫莉 他为他而悲伤 就直到今天 男人发火了 因为心爱的女人被自己的儿子给予了 贝利亚一下船就跟皇太子的人找到了 拉塔急匆匆赶来时 正好看到他们坐上了皇太子安排的马车 作为最后一位到达的公主 贝利亚一入住 皇太子便下达了第二天开宴会的通知 他要像之前一样 是圣女的话就拿下 不是就杀了 当天晚上 一袭典雅礼群的贝利亚在爱玲的陪伴下 见到了来自其他各国的公主 坐下后没多久 皇太子登场了 简单的寒暄过后 他一眼就注意到了贝利亚 随后便静止走向了他 接而表示听闻了很多他的传闻 但可惜贝利亚对殿下一无所谓 皇太子一把抓起贝利亚的手打了的响指 音乐响起 他要和他跳第一支舞 尽管贝利亚对他的蛮横不满 但皇太子明显不是可以好好商量的人 在这里 他的意志没有任何用逐 就在他抢脱贝利亚抬起头来时 一伙人推门闯了进来 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皇太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慌 而贝利亚更是震惊地看着来人 卡恩 怎么在这里 只见卡恩大步走了过来 大声质问杰尔 贝利亚也终于反应过来向陛下行命 卡恩大手一挥 宣布宴会结束 杰尔留下 其他人都退下 带众人散去 卡恩要求皇太子把公主们送回去 杰尔却笑着表示公主们都是国王送来的 如果下令让被抛弃的他们回国 那才真是残忍 卡恩质问他 难道要娶他们为妾吗 只听杰尔解释 不能成为皇太子妃的公主吗 赐给适当爵位的贵族或骑士 就像之前一样 他这话直接把夏安和雷克斯冷心到了 卡恩怒不可遏 指责嬉皮笑脸的杰尔 是想看到自己作为皇帝的容忍限度吗 却见杰尔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表示 陛下不会那样做的 因为陛下要回到森林里 不适合这个没有生机的皇宫 这话倒是刺激了卡恩 他倒真的很想挑战一下皇帝这个位置 杰尔以为卡恩要背心自检查 毕竟他曾亲手割断了自己父亲的脖子 男人伤心了 心爱的女人竟然想当皇太子妃 杰尔忘不了那一天 把自己当兄弟的陛下亲自砍掉他父亲的脖子 无法忍受的夏安和雷克斯出言解释 要不是殿下的父亲在森林里放火下令杀必然 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 卡恩听得头疼 他让他们都下去 他问杰尔为什么找圣女 杰尔见隐瞒不过 便坦言自己没有高贵的阿尔卡血统 也不是沃尔库的后代 所以至少要有一位圣女在身边 才能保住位置 神殿和贵族们都不认可他 帝国人民也同样 他再次指责卡恩不应该杀掉自己的父亲 让他成为了招致王国的昏君的血脉 成了没有未来可言的皇帝 卡恩对他的牢骚忍无可忍 什么都不知道还敢乱说 自己爱惜他的心事有限的 离开之前让杰尔还是想想 曾经比兄弟更像兄弟的破绝 离去的贝利亚让爱琳帮他去拿杯水 自己的脑海里则乱成了一团 卡恩竟然是卡斯托尔的皇帝 怎么会变成这样 突然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 贝利亚低头拜见皇帝陛下 卡恩走近后呼唤他的真名 问他是不是觉得不会再见面了 所以就欺骗自己 贝利亚表示没有故意要欺骗 只是觉得没必要说 而且陛下不也一样没有表明身份吗 卡恩自知利亏 便不再计较 只是问贝利亚 在这里是他自己的想法吗 是他自己想要在这里的 卡恩不可置信地询问 他是想要成为皇太子妃吗 见贝利亚默认 卡恩都被气笑了 他拽着他的手腕朝向自己 质问他看着自己 小心翼翼地靠近他很有趣吗 他是这么贪图权利的女人吗 早知道是这样一开始 就告诉他自己是卡斯托尔的皇帝 是不是更简单 贝利亚觉得他说得太过分了 卡恩气急 反问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分吗 他松开了贝利亚的手 伤心地表示那晚 他就不该救她 留下一句应该让他死在巷子里 看着满地狼藉 夏恩和雷克斯识去的主角 关上门后两人长竖一口气 里面的气压差点把人憋死 他们提起刚才和皇太子拥抱的那位 应该就是陛下要带着的人 皇太子被禁足一周 陛下回来却把所有东西都打了 两人应该是见过面了 但陛下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雷克斯怀疑他是想得到皇太子的位置 利用陛下的 但夏恩觉得如果贪图权利 应该更想问皇后 难道是因为陛下宣布 公主皇后的位置 也有可能陛下的脸 不是公主喜欢的类型 虽然是个美男 但看起来凶狠和粗鲁 反观皇太子 虽然是个疯子 但看起来更面善 女人们会更喜欢她 两人正欲达成一致 门突然没了 他们生无可恋地回头 看着屋内走出来的怪物 此时已经心如死灰 完了 听到了 只见陛下脚步沉重地走出房间 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现在这个大路上 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 回去后的贝利亚 还是很难接受 他要如何在卡恩 做皇帝的国家 作为皇太子妃生活 那个人为什么偏偏是皇帝 他们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 想到这些他没有一点胃口 这是辅佐官夏安求见 他名义上是来观察候选人 实际上则是想要看看 这个让连皇位都不贪图的 陛下唯一贪心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 贝利亚向夏安了解了 作为皇太子妃候选人的权利与地位 夏安则提起 如果无聊可以去庭院散步 并详细地告知了位置 还提醒他那个庭院 是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 所以要对其他公主保密 这也成功激起了贝利亚的兴趣 由于只有皇族才能进入 贝利亚决定一个人去 毕竟在这里 她不需要因为是黑发而躲起来 而艾琳则决定去拿不了 她想亲自为公主 做卡斯托尔的衣服 顺着夏安的指示 贝利亚很快便找到了庭院 在这里 她碰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女人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被针对了 贝利亚在庭院前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她是神殿的圣女代理艾琳 因为想起夏安的叮嘱 所以她只说自己迷路了 简单交谈过后 贝利亚表示自己会从来路回去 却听艾琳突然开口 那种神力一直放任不回 身体很快会出现异常的 所以在变成那样之前 来神殿找她 她会帮忙的 离去的贝利亚想起了 从小就是莫里帮自己压制神力 还叮嘱她不能去神殿 还要尽量避开神关 她没想到圣女的代理人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其实自己已经好一阵子 没什么争动 还以为神力已经稳定了 突然她抬头看到了什么 一马躲到了柱子后面 只见不远处 卡恩正独自走 看到她推门进去 贝利亚才明白过来 那个辅佐官知道自己和卡恩的关系 想到那晚两人的争吵 贝利亚现在还不想和她见过 或许以后都不会再见会更好 这时 康塔王国的歇二公主急匆匆跑来 让她快去救自己的侍女 另一位 艾琳正被艾维塔狂扇耳光 贝利亚及时感到制止了她 看着艾琳被打到肿胀的脸庞 贝利亚强忍怒气询问对方是谁 艾琳又做错了什么 艾维塔表明了自己自觉的身份 她解释侍女犯了死罪 还嘲讽贝利亚不知情缺发那么大的脾气 贝利亚也不示弱 她好奇自己的侍女犯了什么死罪 并表示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 她是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 原来艾琳拿了只有皇后才可以用的白粉药 虽不明白前后始末 但考虑到艾琳的状态 贝利亚只好先道歉并准备带走艾琳 谁知艾维塔却得理不扰人 揪着他们扰乱了宫中秩序不放 贝利亚忍无可忍 说起宫中秩序 皇后陛下的衣料这么贵重的物品却被人拿走 这属于管理疏漏 应该叫警卫队 不对 应该告知皇帝陛下才对的 毕竟这是在破坏陛下威信 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引以为界 此时的艾维塔脸色已经难堪至极 却见贝利亚继续阐述 只有皇帝陛下和皇太子殿下能问个公主 这是陛下的辅佐官亲口告诉自己 难道子觉不知道 还是说子觉在明知故犯 她明明是个野兽 却对心仪的女人温柔至极 贝利亚的连环发问让艾维塔无同招架 并再次搬出皇帝陛下让她无话可说 之后她便带着艾维离开了 气得艾维塔只能把火气迁怒到身边的侍女身上 回去后贝利亚才了解到那块布料是艾维收到了 面对艾维的自责 贝利亚安慰她这不是小心就能避免 她正思索如何处理艾维的伤 却发现自己流鼻血了 回到房间后她表示是自己太疲惫了 让艾维去处理自己的伤 她想安静地休息 贝利亚知道这是自己神力不稳的表现 现在连茉莉也不在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夜里 塔恩出现在房间中 她看着痛苦中的贝利亚 埋怨她有让自己气到死的本事 话虽这么说 她却伸手放在了贝利亚的轮头 等她平复下来 口中喃喃的卡恩的门头 见她睁开眼睛 塔恩温柔地倾出她的额头 让她再次睡去 第二天贝利亚醒来好似想起了什么 却听敲门声响起 是御医和神官 御医是诊查皇太子妃候选人的健康状况 而神官则表示是为了确认有无咒术或者法术 没多久 御医诊断结束 开去了药 而神官却还在到处摸索 她表示没有感觉到不稳定的气息 然后画风一转 询问公主为什么要隐瞒神力 贝利亚让艾琳去取药 她觉得自己没有把神力知识告诉神官的理由 她已经知道她来这里的目的 拉塔询问除了自己还有谁知道 却见公主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宫殿 向她确认那是皇帝陛下所在的地方 心中已经明了 那个不是梦了 另一边 卡恩也在望着她所在的方向 夏恩劝她亲自去看看 毕竟她一大早就把御医和神官都赶过去了 卡恩不想听她啰嗦 但夏恩却意识到公主难道真的有神秘 毕竟陛下当时受的伤不是一般人能治愈的 对此卡恩依旧沉默不如 另一边 艾维塔气不过贝利亚的咄咄逼人 便来找皇太子 杰尔本不想理会 却听她提起了黑发金童的公主 杰尔问她 如果说公主是路难女神 暂时可不可靠 艾维塔太明白 杰尔打算把贝利亚提为皇太子 女人看着镜中的自己发了愁 要穿成这样去见男人吗 拉塔找卡恩质问神力的事情 却被赶出去 她直呼公主如果放着不管会死 因为天生拥有神力的孩子 很多不到一岁就妖主了 但公主明明是大人 体内的神力却像婴儿一样不稳定 夏恩提起公主的奶妈是卫神官 拉塔才明白过来 卡恩希望拉塔能救公主 虽然知道很难 但她只能拜托拉塔 她询问贝利亚还说了什么 拉塔想到公主问自己的话 便表示她应该都知道了 卡恩随后下令禁止神官 出入皇太子妃候选人入住的婴儿宫 治疗公主的是由拉塔一个人做 尽管夏恩和拉塔都竭力反对 但面对卡恩野兽般的威压 也只能妥协了 告诉公主胆敢触控皇族意料的人都已经处理了 艾维卡子绝被停职并没收了礼物 同时侍女长还带来了皇帝陛下赐予的服饰与首饰 并帮公主穿戴好 换上卡斯托尔服饰的贝利亚美的不可放物 回去负命的珊娜表示公主平静地接受了礼物 卡恩早已猜到 贝利亚不是会为这些东西开心的人 此时拉塔求见 她带来了新研发的抑制卡恩力量的药丸 同时提醒陛下用药物控制是有限的 提议她迎接伴侣 谁知卡恩立马怒火中烧 拉塔虽然很害怕 但还是壮着胆子表示 沃尔夫的血统太强大了 用药是有限的 一旦发作没有人能阻止一下 只有迎接伴侣才能让她的气息恢复正常 卡恩不想再听了 让她退下 她要出去确认药效 而贝利亚也打算一个人去庭院走统 她不知道卡恩会不会在那里 但她想见她了 庭院的美丽再次让贝利亚叹为观止 走了没多久 她便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卡恩 她走过去坐在旁边 想起那晚她也那样看着自己 她想知道那晚卡恩为什么来找自己 突然卡恩睁开眼睛 抓住了她伸出的手 她是皇太子妃候选人 但却被皇帝抱着 卡恩抓住贝利亚的手 问她为什么在这 见她吞吞吐吐 卡恩指出上次她明明见到自己 进这个庭院了 贝利亚大惊失色 她怎么知道 卡恩无奈表示 难道她不知道自己能感受到别人的气息吗 被拆穿的贝利亚面色吞服 卡恩见从她嘴里 听不到自己想听的话 便催促她离开 现在时机不好 突然感觉不妙 猙獰的纹路从卡恩手臂开始蔓延 她痛苦地背过身去 不想让贝利亚看到如此丑陋的自己 但贝利亚关心则乱 不顾卡恩让她离开的话语 轻抚她的额头想要为她治疗 卡恩一把拍开她的手 问她现在是皇太子妃候选人吗 或者是喊她名字的恩人 见贝利亚说不出话来 卡恩提起那天晚上说自己是皇太子妃候选人的女人去哪 如果她还是那时的想法 现在便没什么好犹豫的 在自己的唇边亲吻 她呼出的气息更是让贝利亚的手指不住颤抖 只见卡恩无奈地看向她 埋怨她看到自己应该逃跑的 难道不害怕吗 直接就进来了 贝利亚低下头 表示是她先来自己房间的 为什么那么做 如果有人看到了传出去怎么办 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现在的地位 她强忍着委屈抬起头 指责她难道一直这么安逸的吗 几天来的阴霾仿佛一扫而空 卡恩看着为自己担心的贝利亚内心不由地释怀 听到贝利亚问她身体好点了吗 卡恩点头 问她是在担心她吗 所以到这里是为了见她 见被拆穿的贝利亚愣在那里 卡恩扶起她调侃刚才训斥自己的人去哪了 变成哑巴了吗 看着贝利亚憋红的俏脸 卡恩玩心大气 表示自己为了等她回答连气都不敢喘 再次偷瞄到对方羞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卡恩无奈地叹气 伸手还住了贝利亚娇小的身躯 每次看到她 总能让她重新领悟到自己的内心有多狭隘 同时 她还告诉她 卡斯托尔的衣服很适合她 就像她曾说过 比起皮奥金 卡斯托尔更适合贝利亚 卡恩抱紧了贝利亚 缓缓地弯下身子 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就在嘴唇即将触碰的时候 卡恩却停下了 她只起身子闭眼冷静了一会儿 松开贝利亚表示该回去了 卡恩牵起贝利亚的手往回走 直到把她送到门口 卡恩拿出一个精致的哨子给贝利亚戴上 吹这个的话 趁会听到 见贝利亚不明白 她解释是那只神奇的鸟 她比想象的有用 会帮到你的 卡恩倾触贝利亚的脸庞 补充道 也可以用她单独与自己沿袭 见贝利亚盯着自己出神 卡恩转过她的身子 让她快点进去 已在门后的贝利亚 忍不住长舒一口气 回去后的卡恩躺在沙发上思索 贝利亚怎么会来停院 那是困住自己这个野兽的解语 当时她服完药后 就知道没有效果 力量根本停不下来 疯狂地挣扎之后 她变成了野兽形态 循着味道本能的前进 直到她认出那是贝利亚的味道 才停了下来 第二天 公主们开始抱怨 名不见经传的皮奥金公主 得到了更好的待遇 希艾尔看不下去了 指责那么喜欢正当的人 却把皇后陛下的衣料 给了皮奥金公主的侍女 还嘲讽投靠艾维塔子 觉得公主愚蠢至极 让她好好想想艾维塔 历经两代只能是情妇的原因 另一边 卡恩严厉呵斥了 把庭院告诉贝利亚的夏安 她担心自己在那样的状态下 会亲手杀了贝利亚 她又将拉塔招来 询问别人的神力 有可能让自己的发作平息吗 得到的却是否定的结果 而且这和神力大小无关 卡恩不想贝利亚 为了神殿的兴盛而牺牲 但拉塔却表示 她的神力不可能隐藏一辈的 当卡恩说出她的神力 让自己的发作停止了时 夏安和拉塔 无不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不久后 趁飞来告诉贝利亚 卡恩会在庭院等她 当她到达时 卡恩深情地呼唤她 贝利亚却违心地表示 他们不该见面 她是暴躁的野兽皇帝 却对心爱的女人束手无策 贝利亚担心自己和卡恩 这样见面会出现 两人暧昧的仇恶 她不想卡恩被陷害 而卡恩让她不要担心 难道自己对她来说 是无能的存在吗 但贝利亚见过了 差点就死了的卡恩 她知道她也是人 也会受伤 也可能被人背叛 或因某人掉入陷阱 莫里的样子出现在贝利亚毛海 她难掩失落地表示 更厉害的 可能会死 她再也不想看到 有人因自己而受伤 即使现在 她的心也备受煎熬 卡恩心疼地看着她 她想给贝利亚一个安身的地方 既能让她喜欢 又没人能伤害她 但贝利亚想要的却不在这里 她现在唯一的梦想是自由的生活 她想周游各国 学习新的东西 等到老了也累了的时候 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盖个小房子 屋前花园种满花 屋后院子养养鸡 如果可以 她想离开这里去公外 面对贝利亚的诉求 卡恩无声地心痛 她只能失落地回答她好的 分开后卡恩去看了莫里 她好不容易刚刚度过了危险期 要完全恢复还需要些时间 卡恩现在还不打算告诉贝利亚 只是吩咐了等病人醒后再叫她 离去时艾莉叫住了她 卡恩听说她成了女神代理人 见艾莉说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便问她有自己的意志吗 艾莉的情绪难掩激动 她表示自己有 她是陛下的 话没说完便被卡恩打断了 她问她难道在基于皇后的位置 艾莉没有否认 自己现在是女神代理人 如果成为皇后 对陛下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让神的力量掌握在陛下手中 但这不是卡恩想要的 她喝止了艾莉后便转身离开了 随后公主们便收到了皇帝的诏书 宣布选妃一事无效 西埃尔询问贝利亚的打算 见她表示无法回国 便提议他们和自己一起去康塔 虽然没能选为皇太子妃 但如果能交个朋友回去 莱卡斯托尔还是值得的 她已经杀了十一个皇太子妃了 还想要第十二个 皇帝的书房内 塞内特公爵请求皇帝 解除皇太子殿下的禁闭 他担心陛下会被说太严厉了 而卡恩让他扪心自问 对于皇太子草菅人命的做法 自己的处理严厉吗 塞内特自知理亏 转而提出皇太子妃的选择 是未来的头等大事 卡恩让他少借神域之名 放送无辜者的声明 自己有耳朵 会辨识妃 但他也表示自己会解禁皇太子 也不再追究过去皇太子妃的死 但希望他现在 岂不再关注选妃一时 自己会看着办法 离去的塞内特公爵 不明白皇帝为何干预选妃 他找到皇太子 转达了陛下的决定 这些早在截二意料之内 他将一张纸甩给塞内特 让他在适当时候 公布第十二位皇太子妃 塞内特看着上面的内容 大惊失色 另一边 贝利亚为了评估神力 来到了全大陆最大的图书 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男人 他曾经和贝利亚 一起乘船来到卡斯托尔 他叫艾玛 是卡恩的堂弟 两人交谈间突然听到门开了 只见皇太子和侍从走了进来 他们立马默契地躲了起来 见两人一时半会不会躲 艾玛便带着贝利亚 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 他将贝利亚护送到门口 难为情地提出 想让彼此变得亲近的话 但被贝利亚 以自己候选人的身份拒绝了 就在艾玛还想再争取一下时 卡恩出现了 他跟艾玛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看到一旁的艾利举止 轻易地挽住卡恩 贝利亚沉默地低下了头 同时他也担心 艾利会提起自己的神力一事 好在他转而提议陛下离开 卡恩看着贝利亚失落的样子 提出送他回去 并嘱咐艾玛把神官送回神殿 艾利心有不甘提醒陛下 说了要送自己回神殿 而且大神官也有话要说 卡恩一边揽着贝利亚离开 一边回复如果很急 就让大神官直接来找他 被无视的艾利一脸 阴沉地看着他们离去 他是皇太子妃候选人 却和皇帝坐在一起 卡恩送贝利亚回去的路上 问起他怎么认识艾玛 听他说是来卡斯托尔的船上遇到的 卡恩讲起了他们的事情 吉尔的生父是代替卡恩父亲 成为皇帝的庞系血脉 卡恩十二岁失去父母 被带到皇宫 皇帝把他当成怪物看待 是夏恩 吉尔还有艾玛向他伸出了水 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兄弟 一年后卡恩第一次上了战场 在战场上 他捡到了成为孤儿的爱丽 并带了回来 如今已经成了女神代理人 贝利亚无奈地表示 他第一眼就看出自己有神力 卡恩叮嘱他不要和神殿或神官纠缠 即使神殿以皇帝的名义找 他也不要跟着去 将贝利亚送到门口后 卡恩提议今晚一起晚餐 不顾贝利亚错愕的反应 他边走边告诉他 自己会派人过来接他 不久后夏恩前来接公主 到宴会厅后 看到众多公主都已救死 贝利亚才明白 原来是自己想多了 并不是单独用餐 夏恩将他领到了皇帝的身边坐下 贝利亚无声地瞪了卡恩一眼 却见对方只是耸耸间的不以为然 坐在如此显眼位置的贝利亚 感觉鲁芒在背 以至于面对豪华奢侈的高档料理 他都没有尝出味道 直到侍从们端上了西里伦 贝利亚被卡恩的暖心之举所感动 随后皇帝起身向各位公主保证 对于招募皇太子妃候选人 过程中的种种不愉快之时 卡斯托尔会给予足够的补偿 在公主们准备完成后 会安排他们回到各自的故乡 谁知一位公主竟要求留在卡斯托尔 并想成为皇后候选人 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卡恩却脸色突变 历生表示自己是皇帝 鉴于对此事负责的态度 才会祭道歉又补偿 但他不要忘了 自己就算杀了他们也不会有人敢说什么 要想活着离开皇宫就请三四二后行 回去后的西埃尔和贝利亚 不禁感叹陛下的冷酷可怕 在众人面前 他喝醉了 竟然拽着皇帝不让躲 卡恩出现在几人眼前 贝利亚熟络地呼唤他的名字 把西埃尔吓得不轻 只见贝利亚晃晃悠悠地走到皇帝身前 调侃他今天没翻窗户而是走的门 然后一下子就栽到了皇帝的怀中 卡恩一把抱起了醉熏熏的贝利亚 直接让西埃尔醒酒 他时去地带着侍女们先离开了 卡恩把贝利亚放在床上带上他 他不喜欢抱浑身酒气的女人 但是感觉还不错 只是不要在他不在的时候喝比较好 迷迷糊糊的贝利亚突然握住了卡恩的手 他让他别等 去他们离别没剩多少时间了 卡恩伤心地看着他无可奈何 第二天塞内特公爵带着一位公主去 他建议陛下如果不选皇太子 至少要选皇妃 卡恩警告他马上带着公主 却见公爵依旧坚持 他怒声质问塞内特 难道还想在经历一次发生巨变那晚的野兽吗 塞内特公爵走后 爱马就进来了 他提起了哈特斯森林的奇怪声音 卡恩猜测有可能是火山爆发的前兆 所以他准备两天后的庆典结束后 一送走所有公主 他便和圣女代理员一起去哈特斯森林 卡恩建议爱马关心一下皇宫的运作 因为皇太子随时可能换人 卡恩知道杰尔频繁地杀害皇太子妃是在找什么东西 如今看上去暂且收敛了 说不定明天就会起兵 所以他需要爱马的帮助 爱马的祖父是和神殿最亲密的贵族派 卡恩希望爱马能帮自己去探一探贵族派有没有和神殿与皇太子勾迭 爱马离开后 夏恩知道一旦下定决心 皇帝就再也回不去森林了 卡恩现在才明白 收着杰尔 准备把国家交给他的自己是多么自私 他不会再做事不管了 因为有了他一定要守护的 另一边 一觉醒来的贝利亚头疼欲裂 他回想起昨晚放飞自我的自己 顿觉无地自容 皇帝竟然深更半夜躺在公主的床上 卡恩深夜出现在贝利亚的窗前 打过招呼后静止走到贝利亚的床上躺下来 询问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吗 贝利亚让他回自己的卧室 他却一把将他揽到了身前 问他会来他的卧室吗 见贝利亚大惊失色 卡恩立马收起了玩笑之色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会懂 只是睡觉 哪怕只剩下几天 他也想和他在一起 贝利亚看着闭上眼睛的卡恩呼吸均匀 以为他睡着了 便抬手想要触摸他的脸颊 却见他突然睁开眼睛 眼神迷离的像是对贝利亚说 又像是对自己说的 我不会去找你 不敢去找 我会送你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再次闭上眼睛 卡恩做梦了 梦到了以前的事情 他本来和杰尔的父亲亲同手 为了帮他登上皇位 卡恩替他肃清了道路 但他却被弃了场合 放火烧了卡恩赖以生存的森林 贝利亚唤醒了做噩梦的卡恩 他看着眼前的女人眼神渐渐平静下来 把头埋在了贝利亚的胸前 告诉他现在没事了 他让他感觉像回到了森林 但又和森林有些不同 让他向往 就这样在身边拥抱着 即使抱得再紧也觉得不够 听着卡恩的话 贝利亚犹豫了 他试探着表示 他要不不走吗 见卡恩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他 贝利亚又赶忙改口 让他就当没听到 是自己一时昏了头 卡恩失落地转身坐起来 告诉了贝利亚给他安排的地方 就连出行和生活费用都一并考虑到 贝利亚希望他别再费心了 自己会看着办的 卡恩埋怨他总是说出无欲无求的话 不考虑听的人是什么滋味 看着离去的卡恩 贝利亚难掩失落 而皇太子吉尔也没闲着 艾维塔找到了皇太子 提出利用神殿的神月 将符合路纳女神特征的贝利亚 推举成圣子 然后迎娶她为皇太子妃 这也是将现任皇帝拉下台的机会 艾维塔承诺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那件事 条件则是他要成为吉尔的皇后 皇帝讨厌女人 却对皇太子妃候选人情有独钟 想到庆典之后就要送走公主们 卡恩想尽可能地多和贝利亚待在一起 不光是因为和他在一起 自己不用喝药也能保持理智 更多的是对他的不舍 他到庭院时刚好碰到了那散心的贝利亚 便邀请他一起参加明天的庆祝 第二天一早 皇帝便派是女长送来了衣服 换装后的贝利亚 俨然一副卡斯托尔的女装扮 这时卡恩也来了 他将面纱盖在了贝利亚身上 要是担心太漂亮了 会吸引众多眼光 随后带着贝利亚来到了窗前 下一刻卡恩便抱着他穿梭在屋顶上 还提起曾经贝利亚好奇自己是怎么爬他 吓得不敢睁开眼睛的贝利亚倒 他可没说要亲身体验 出了城之后 卡恩依旧抱着贝利亚一路奔跑 他有个一定得给他看的地方 看着心情大好的卡恩 贝利亚紧靠着他的胸膛 不管是哪里 和他在一起都是庆典 另一边的拉塔 却在神殿里发现了皇太子和护卫骑士 去了大神官的办公室 杰尔听说皇帝非正式地去参加庆典 一向讨厌女人的他 这次庆典却带着皇太子妃候选人去了 这话正好被门口的艾莉听到 他进门后直言得赶紧公布神谕 几人就神谕仪式做出了规划 截而想着 庆典期间如果传出皇帝 和即将成为皇太子妃的女人在一起 待神谕公开后 皇帝将无地自容 他甚至开始期待 那个面无表情的男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抱走 卡恩带贝利亚来到了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这是他即位后第一次来 正给贝利亚展示秘密通道 卡恩发现贝利亚的脸色不好 下一刻他突然晕了过去 卡恩抱着贝利亚快速赶回了城里 碰上了正在等待的雷克斯和夏安 让他们去拿水并找个能休息的地方 这时贝利亚醒来了 他表示自己没事了 比起回程休息 他更想要珍惜和卡恩在一起的时间 卡恩无奈 只好同意了下来 两人继续在庆典上游逛 他只是摸了一下伤口 女人的眼睛就复原了 卡恩带贝利亚来到了自己的救不开的店里 贝切尔一眼就发现了贝利亚 大呼队长带了女人来 这一声瞬间引来了无数围观 众人的七嘴八舌把贝利亚吓得死死躲在卡恩身后 只见卡恩一声怒吼 周围马上安静了下来 这些人是卡恩上战场时的骑士团场 如今都退役了 正要准备去吃饭 贝利亚再次感觉 最近意识到是鼻血已经流了出来 卡恩立马抱起摇摇欲坠的贝利亚 将她带到房间里 卡恩扶住贝利亚的头开始注入神力 由于这是强制平息她的能力 贝利亚感到痛苦至极 怕她咬到自己的舌头 卡恩将手指塞进她嘴里让她咬着 等到力量终于平息下来后 贝利亚便晕过去了 大厅里 特西兰伯爵带来了可以推施发作的药剂 但因为无法测试药剂 所以副作用也是未知 夏恩将药水给了皇帝 并告知无法保证安全性 不久后贝利亚醒了过来 对于自己制造的麻烦她很抱歉 贝切尔却让她不要介意 大家都曾和陛下一起吃城战场 经历过很多事了 这让贝利亚对于那时的陛下来了兴趣 两人畅聊起来 贝切尔还讲起了自己的眼睛受伤的事情 并摘下了眼罩 贝利亚心疼地伸手触摸她的眼睛 下一刻 贝切尔的眼睛居然复原了 她兴奋至极 这是神殿的神官都无法治愈的创伤 然而贝利亚不希望这件事暴露 所以她恳请贝切尔能保密 贝切尔心领神会 她再次戴上了眼罩 承诺自己会隐瞒一辈子 但她也指出 在卡斯托尔 圣女与皇帝的权力相当 是可以动摇陛下的位置 如果这是天意 想瞒也瞒不住 大厅里皇帝正和众人开会 神殿准备对皇帝动手了 而爱丽作为圣女代理人 会是最适合的公主 特西兰伯爵想要公开公主 有神力的事情 她担心皇太子会想尽办法利用公主 而他们主动公开 不是作为皇太子妃而是皇后 这话正好被贝利亚听到 皇太子终于出手了 她竟然要强行把贝利亚 变成她的女人 面对将贝利亚 作为皇后公开神力的提议 卡恩拒绝了 她答应过要给她自由 而且那个自由不在皇宫 也不在神殿 听到这些的贝利亚 再次回到了房内 她没想到卡恩 为她想了那么多 她不想去神殿 就算死她 也只想待在卡恩身边 夏安巡问伯爵 为什么要说陛下 根本听不进去 克西兰表示 自己只是想试探一下 公主和皇太子 究竟谁在陛下的心中更重要 而答案显而易解 陛下只忧心着公主的未来 一次都没有想过 要守护皇太子 卡恩和贝利亚 两人再次回到了庆典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 从提奥金来的商人 贝利亚很高兴 就算在怎么充满 不好回忆的地方 还是有一两个美好记忆的 和莫里的 还有和卡恩的 毕竟在一个 不能以黑发出生的国家里 只能说是自己运气不好 听到这里 卡恩激动地 掰过贝利亚的肩膀 郑重地重申 她的头发在这里代表幸运 对她来说 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幸运 在那里遇到了 救了自己一命的贝利亚 对她来说 是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的 巨大幸运 说完这些 卡恩难为情地表示 去买点喝的 而同样羞红脸的贝利亚 摸着自己滚烫的脸颊 不知所措 一旁的商人呼唤她 看看商品 贝利亚好奇地 拿起那个东西 却见她忽然化作一缕红烟 再看周围时 贝利亚已经置身在了结界中 她大声呼唤卡恩 却见皇太子走过来 她解释这里是黑魔法结界 而她则是来找回自己的东西 虽然要成为她妻子的女人 和皇帝有意义 但她可以慷慨地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贝利亚斥责她大逆不道 自己既不是皇太子的妻子 也没有和陛下有意义 吉尔没有理会她的否认 而是大步走到贝利亚身前 抓住她的胳膊表示 反正她会成为她的女人 然后就要撕扯贝利亚的衣服 皇太子正要对贝利亚行不轨之事 一声嘹亮的鸟鸣穿透进来 吉尔立马准备带着贝利亚 移动到其他地方 忽然一只手出现在她眼前 把她吓得蹲坐在地 只见卡恩正在凭空撕扯结界 伴随着她使出全力 结界彻底消散 春夜忽扇着翅膀落在了卡恩身后 劫后余生的贝利亚欣喜地 跑到卡恩身边 看着吉尔还是一副不知悔改 卡恩表示 今天的事回去问罪 但皇太子明显不脑 狡辩称她是来接自己的妻子 稍后就会通过神殿的审议 在全国百姓聚集的庆典上公布 皇太子妃的名字 贝利亚皮奥金 听到这话的贝利亚慌张至子 她不知道卡恩接下来要怎么办 就在吉尔胸有成独地 要带走贝利亚时 拉塔带着皇室骑士团出行 她表示按照陛下的指示 大神官和参与这件事的神官 全都被刮了 神殿现在由皇室骑士团包围 在特西兰伯爵的率领下 跟随皇太子殿下的人 也都被制服 皇太子不明所以 质问他凭什么抓大神官 拉塔解释 因为他们私下与贵族们交流 按照立法将接受审判 卡恩告诉吉尔 不会有他期待的神域公布 并命远将他移送皇宫 夜里 卡恩陪着贝利亚欣赏清点烟花 想到结束后他们就要回宫 贝利亚犹豫着表示自己想留在宫里 看着震惊的卡恩 贝利亚询问 如果自己的神力被世人所知 卡恩的政权会变得更加稳固吗 但卡恩听后却很愤怒 他质问贝利亚 在他眼里自己是需要牺牲他 才能保住皇位的无能之辈吗 不理会贝利亚的辩解 卡恩让他庆典结束后 就出发去切尼西亚 贝利亚知道自己多说无意 只能无奈地接受 他知道 他会后悔把自己送走了 而他又何尝不是呢 第二天 收拾妥当的贝利亚决定 和西埃尔一起出发 爱马前来送行 并承诺以后会去看他 贝利亚和侍女长告别 回头却见陛下也来了 两人深情地看着彼此 此事无声剩有声 贝利亚转身离去 就在他准备上马车时 卡恩大步跑了过来 皇帝终于下定决心 要把皇太子妃变成皇后 卡恩大步跑向了贝利亚 他说自己很坚强 因为从来没面对过 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 但是 他好像没有坚强到能把他送走 卡恩伸出手抱住了贝利亚 请求他留在自己身边 他会保护他的 贝利亚没有犹豫地抬手回应着他 好的 这一刻 两人终于心意相通 不久后 塞内特公爵求见 他表示那是皇太子妃后卷人 这件事传出去会玷污陛下的威胁 还指出陛下曾经承诺 不会有后代时 他是站在陛下这边的 卡恩知道公爵是位帝国卓 所以即使他支持杰尔 自己也没说什么 但如今自己有了需要守护的人 卡恩郑重表示 他要娶贝利亚公主为皇后 另一边 被囚禁的爱丽 迎来了艾维塔子 他带来了皇帝 要娶贝利亚为皇后的消息 本来对任何女人 都不感兴趣的皇后 如今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心生疾恨的艾力 接受了艾维塔的怂恿 这一晚贝利亚刚要睡下 卡恩又从窗户里进来了 说开的两人再没顾及 激情地稳住了对方 两人相拥而眠 卡恩从明天开始 有一周时间来不了 因为祭礼仪式前 在神殿要有为期一周的禁忍期 就是需要忍受五件事 不能无辜杀生 不能嫉妒别人 不能睡觉 不能进食 这些都还好说 最后就是要忍住情欲 听到这话贝利亚翘脸一胡 卡恩表示之前那么久都忍了 所以并不难 但在见到贝利亚以后 这倒是成了一件苦差事 面对贝利亚的担心 卡恩让他忍耐一下 一周后自己再也不会离开他了 所以至少今晚他想和他一起入睡 第二天贝利亚醒来 是卡恩已经离开了 贝切尔敲门进来 丹西跪地表示奉陛下之命 成为公主的护卫骑士 贝利亚见他有些欲言又语 便让他敞开说 谁知贝切尔吞吞吐吐地表示 他们陛下是楚男 有点让人担心 羞涩的贝利亚急忙大声喝着他 他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想碰自己不爱的人 皇帝的禁武器 对身边的人来说 也是漫长的等待 好在只要熬过这一晚就结束了 随着最后的钟声响起 卡恩知道 只要等午夜的钟声飘完 就都结束了 而此时 密室的门突然打开 只见艾利竟然走了进来 卡恩大声质问他怎么进来 难道忘了今天是禁武器的最后一遍 况且他应该还在禁闭中 对于卡恩的斥责 艾利一律无事 他表示自己来卡斯托尔 已经十二年了 他相信古书上出现的圣女就是自己 适合的人只能是他 明明指定他为圣女的神域 马上就会下来了 上天却没有眷顾他 他宁愿陛下身边一辈子 既然自己无法站在陛下身子 希望其他任何人都不要站 卡恩不想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当他出去 而艾利却突然脱下自己的长袍 施掌飞魔法 他说密室的门在太阳升起之前 是不会打开的 而陛下如果今天不能离开这里 因为你已经一周没吃镇静剂了 卡恩愤怒至极 自己有多讨厌这种状况 艾利明明知道先皇对自己做过什么 而艾利却表示是陛下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 足足十二年 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 他对陛下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说着话他走进了卡恩 问他如果有了陛下的孩子 他会眷顾自己吗 另一边 正在等待的贝利亚却等来了餐 他告诉他卡恩需要帮助 让他沿着光去神殿 动作要快 他还得去找其他人帮忙 贝利亚一路小跑奔向神殿 而卡恩已经逐渐受划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去伤害艾利 而艾利却利用陛下的人词牵起他的手 让他别忍了 抱着他舒服就可以了 贝利亚来到神殿发现了岛下的邋遢 他指着门口的黑魔法熏香让他阻止艾利神官 而卡恩还在拼命地强忍着自己的受刑 他想要的只有贝利亚 似乎是闻到了贝利亚的味道 卡恩不惜抓伤自己保持理智 他缓缓地走向石门 他是圣女 也是野兽皇帝唯一的救赎 即将失去理智的卡恩缓缓地走向门口 口中不断重复着贝利亚的名字 而贝利亚也在门外疯狂敲击 被石门阻隔的两个人都为了见到彼此不顾疼疼 贝利亚敲得手腕发疼 下一刻手上泛起军光 神圣力与黑魔法碰撞间 他被弹飞了出去 贝利亚再次抬起手施展神力 只见石门渐渐地露出了空气 艾利见此情形怒火中烧 后悔没有先杀了那个女 谁知她突然被钻住了脖子 卡恩目露杀气地问她刚才说要杀谁 贝利亚推动着石门渐渐打开 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从密室里飞出来一个人 竟是已经昏厥的爱力神官 贝切尔和夏安在这时赶到 拉塔和雷克斯也相继醒来 几人看着密室纷纷露出了难堪的表情 贝利亚询问里面有什么 贝切尔告诉他是陛下 并和夏安将他护在身后严阵以待 雷克斯也安排骑士进入神殿开始封锁 他们让贝利亚先出去 因为现在的陛下如果从那个密室出来 他们都会死 眼见的他们就要将门关上 贝利亚下定决心不能丢下卡恩 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密室 进去后贝利亚惊呆了 眼前的就是一只纯粹的野兽 嘴里不断发出嘀吼 脚下的血让他想到和第一次见卡恩那天一模一样 他努力平复心情告诉卡恩自己去他那边帮他 抬手想要看看他的伤口 却见野兽突然怒吼地向他扑来 贝利亚大喊自己不会退缩的 如果他死了 自己留在这里就没意了 见野兽停下了身子 贝利亚一边说着安抚的话 一边抬手扶上了他的头 并将头靠在野兽的头上给他治疗 慢慢地野兽形态退去 卡恩恢复了人形 贝利亚惊喜地看着卡恩 他现在用手也可以使用神力了 所以这个稳不是为了治疗而做的 门外的众人还在想尽办法试图打开师门 却见点点神力泄露而出 石门再次打开 卡恩抱着晕倒的贝利亚出来 他终于成为了皇帝唯一拥有的伴侣 卡恩将贝利亚抱回了卧室 放在床上时贝利亚醒了过来 他着急查看卡恩的伤势 在他的身上一顿乱摸 片刻后才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就像是在开游 卡恩温柔地看着贝利亚 只要在他身边 愤怒和痛苦都会平息下来 唯独欲望难以平息 见卡恩缓缓地靠近 贝利亚有些惊慌 一时间一时都开始混沌起来 他微微叹口气 仿佛下定了决心 羞红着脸眼神清澈地看着卡恩 被他那样盯着 卡恩反而不敢去世了 他表示贝利亚用那种表情看着他 他会误会的 而贝利亚反问他如果不是误会 见卡恩硬着头皮 问他知道自己现在想做什么吗 贝利亚吞吞吐吐地说 自己从奶妈那里学过 男女之事 只见卡恩强忍着告诉他 一旦开始了 在他满足之前是不会放开他的 贝利亚扶上他的脸庞 用轮代表了他的会议 卡恩不带人来 拖着他的头缓缓向后靠去 他唯一的伴侣 他想要他的全部 下面是脑补时间 激情过后 卡恩抱着贝利亚吞吞 我的气味围绕着你 不管你走到哪里 所有人都会知道 你和我整晚都在里面 现在无论去卡斯托尔哪里 没有人不知道你是我的伴侣 你是皇帝唯一抱过的 我唯一的爱 见贝利亚并不确定 自己适合那个位置 卡恩告诉他 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接下来的画面 请大家继续脑补 第二天 神清气爽的卡恩 召集了亲戚们商讨昨晚的事 对于大神官和爱丽神官的处置 众说纷纭 正陷入僵局时 拉塔吉匆匆赶来 他带来了大神官 想要进行审判的申辩资料 他要在纪理仪式那天举行审判 夏恩建议把审判往后推 但卡恩下令明天就在大礼堂举行 大神官和圣语代理人 以及所有参与的人都拉出来 众人纷纷对下定决心的陛下 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卡恩清楚 皇太子和爱丽 他们真的越过了自己 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界限 针对大神官和爱丽的审判开始了 皇帝指出大神官违背皇帝 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宣布剥夺大神官的职位 并封锁其神力 大神官先是表示遵从陛下的旨意 随后拐弯墨角地指责皇帝镇压神殿 质问陛下在害怕什么 又想隐瞒什么 更是恶人先告状的污蔑皇帝 在座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大神官转而鼓励爱丽神官说出真相 只见爱丽摘下自己的陡棚开始颠倒非白 他声称陛下把他叫定密室 然后在那里要非礼他 雷克斯听不下去吗 扎呼着就要杀了他 好在夏安及时阻拦让他冷静点 拉塔质问爱丽神官有证据吗 只见他开始身为巨下的表演自己 并表示担心帝国的前途和人命 大神官借机渲染谁 真正在为卡兹托尔鞠躬尽脆 以及非礼圣女代理人的陛下 是否真的适合过皇帝 此时爱丽提出自己 作为传达神域的圣女代理 宣布神域要求废除皇帝陛下 贝切尔站起来质问 难道神域不是由圣女 而是由圣女代理人传达的 大神官历生斥责他在亵渎神殿 爱丽表示神的声音 是任何虔诚的神官都能听到的 贝切尔便问他 神有说圣女什么时候来吗 见他回答不上来 贝切尔面露嘲讽 爱丽却无奈地摇头表示 因为他的大不尽 才会面临如此讨厌 贝切尔意识到 他是在说自己的眼睛 便提起爱丽曾说过 黑魔法造成的伤害不靠神力 就无法修复 然而作为圣女代理人的他 对自己的眼睛也束手无策 现在却说自己这个样子 是因为对神的信仰不够 说着话贝切尔抬手 去解开自己的眼罩 下一刻 在场所有人 无不露出震惊的表情 只因为贝切尔的眼睛 已恢复如初 不止如此 他表示自己身体内部 也已经从黑魔法中完全进化 但这既不是大神观 也不是圣女代理人做的 那么是谁做的呢 就在这时 贝利亚出现在了神殿里 男人终于大声宣布 她是我的女人 是我的皇后 贝切尔一正言辞地表示 神没有放弃我们 因为圣女已经和我们 在一起很久了 就在这时 陈飞进了神殿 她在神殿里盘旋过后 身形开始逐渐变小 最后落在了一个 带着斗篷的人肩上 那人赫然是贝利亚公主 她指责爱丽神观的爱是自私的 贝切尔也站到公主身前 表示自己再也不会 被爱丽神观欺骗 她就是个骗子 而且真正的圣女出现 已经不需要圣女代理人了 这让爱丽大受打击 她为这个帝国做了一切 牺牲了这么多 现在却告诉她圣女出现了 不甘心的爱丽大呼 谁是圣女 一个荡妇被卖领了皇太子 现在却被称为圣女 怎么可能 这样的言语 终于激怒了皇帝 她大声制止了 爱丽的胡言乱语 然后走到贝利亚身前 盯着肩上的称看 称无奈叹了口气 然后不情愿地飞走了 卡恩这才温柔地揽过贝利亚 然后宣布贝利亚不是皇太子 她是我的女人 我的皇后 之后卡恩开始解释 自己曾经在皮奥金被追杀 那些人甚至用神器重伤了她 就在她快要死了时 那个救了自己一命的人 就是皮奥金第一公主贝利亚 听到这话的爱丽不敢置信 直呼不可能 那个伤口是无法治愈的 皇帝没有听过祈祷 而神也什么都没有告诉自己 卡恩讽刺她在一个腐败的神殿 难道神会注意到这些吗 爱丽感觉自己的一切都被否定 皇帝继续说 这本来是一个忏悔的地方 但你们却知道最后都在撒谎 拒绝道歉 这将被写进历史并引以为戒 幕后策划者大神官处以斩首 并悬挂于中央广场 参与此时的神官将封锁神力 并监禁在瓦伦特尔岛 以及废除引起这一切的皇太子杰尔 并永久驱逐出卡斯托尔帝国 坚持独身主义的皇帝 终究打破了自己的宣言 审判会上 贝利亚公主被证实是圣女 皇帝陛下更重宣布她为皇后 皇帝派和皇太子派两股势力 表现出了不同的访命 但除了大神官以外 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意义 随着帝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圣女出现 让之前坚持不娶皇后 和对政治不感信任的皇帝发生了改变 同时也让所有人感到惑怕 皇帝揭露了大神官和皇太子 一起犯下的整种罪行 也让他们意识到 只要皇帝下定了决心 大神官的结局将成为反叛者的前车阵 而审判会结束后 大神官的哀嚎响出了大礼堂 雷克斯奉命驱赶皇太子时 发现了罪得不省人事的杰尔 监狱里的艾力要求建艾维塔子绝对拒绝 但守卫承诺等到达瓦伦迪尔岛会 给予她与其他囚犯不同的待遇 皇帝的办公室 下安慰报艾力神官的神力 很快就会被冤了 神殿的善后工作也交给了拉塔处理 由于特西兰伯爵反对让皇太子活着 陛下安排雷克斯护送杰尔前往流放地 不久后 码头上的雷克斯警告皇太子 如果想要活下去就安静地生活 但他没有注意到远处悄悄观察着的人影 望着启程了的轮船 一切都看似画上了句号 塔恩觉得过去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 曾经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未来 下安以为陛下是讨厌做皇帝 虽然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想的 但卡恩现在并不是 因为有贝利亚和他在一起 没什么好害怕的 而皮奥金的西赫塔却迎来了一个神秘客人 此人正是卡斯托尔的艾维塔 他声称自己是来让他成为皮奥金之王的 故事还在继续 接下来又是怎样的动荡呢 为了支持爱人 他把自己放到了风口浪尖 在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后 莫里找到了卡恩 他提出公主必须离开这个皇宫 他没有忘记陛下的救命之恩 但皇帝明明答应过要把公主送走 卡恩自知里亏 可他没有贝利亚活不下去 而且他已经成了自己的伴侣 他会遵守让他在安全的地方生活的约定 只是地点在皇宫 况且贝利亚无论去哪里 都不如在他的身边安全 他会成为皇后 而且就要去神殿了 注意到莫里的不安 卡恩沉默 在这个皇宫这个国家 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一切隐患都会被清除 无论是公开神力 还是表明自己是圣语 都是贝利亚自己的选择 莫里没想到 为了帮助皇帝 贝利亚竟然只身站在了卡斯托尔皇族和贵族密切 卡恩希望莫里能一起进入神殿 守护在他身边 同时也希望贝利亚最珍惜的莫里 不要反对这段婚姻 因为对贝利亚来说 没有比莫里的祝福更好的礼物 不久后 侍女长把莫里带到了贝利亚眼前 见到死而复生的奶妈 贝利亚深深体会到了失而复得的喜悦 两人情不自禁地抱头痛哭 门外的卡恩听着屋内的动静 选择了静静离去 她觉得之后她只要悠闲地出现 对遵守救出奶妈的约定 耸一下肩就行了 之后贝利亚想用神力治愈莫里的眼睛 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贝利亚不明白 黑魔法和圣物造成的伤都可以治愈 却对莫里瞎了的眼睛无能为力 莫里安慰她 因为这不是伤 无论圣女拥有多强大的神力 都无法让老迈的身体恢复原样的 她请求贝利亚不要再浪费神力了 对于这样的答案贝利亚无法接受 她决定以后由自己来保护莫里 而另一边 负责押送杰尔的维克斯 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传好像被人打了个洞 亲爱的人昏迷不醒 她着急了 把从神兽嘴里吐出来的猪子 放进了爱人的嘴里 圣女的祭礼仪式上 塔恩感叹贝利亚很美 非常美 把她修了个面红耳赤 察觉到她的紧张 塔恩让她放松 把手伸进神域之拳再伸出来就结束了 拉塔作为神官宣读完步骤后 贝利亚缓缓地将手放进了神域之拳 她需要集中精神释放神力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贝利亚有些着急 她怀疑是因为昨天用了太多神 塔恩上前让她别紧张 只要她还活着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圣女就只能是她 被她的话语安慰到 贝利亚释放出了神力 众人无不感叹 真的是圣女 就在大家高兴之余 神力忽然冲破了天际 塔恩也被逼腿 她惊慌地大喊贝利亚 仿佛被一道抢阻隔 她无法触碰到贝利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最后 随着神力的消失而探到 塔恩急忙跑过去呼唤贝利亚 拉塔告诉她 公主只是被强大的神力静置击足 身体一下子超负荷而已 见皇帝要带公主回去 莫里也说 醒来需要点时间 只要在醒来前 让她舒服放松地躺着就可以 直到夜里 贝利亚还在昏睡 趁突然出现 她从嘴里吐出一颗珠子 塔恩明显地有些嫌弃 听到趁让贝利亚吃掉 她质问她知道这是什么吗 趁无语 如果连神兽都不信 你还能信什么 塔恩称自己连神都不信 趁不想废话 一边飞走 一边留下一句 为她吃下去 她很快就会醒来 塔恩没辙了 只得放进贝利亚嘴里 她祈祷她快点醒来 不一会儿 贝利亚果然睁开了眼睛 但她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塔恩告诉她 所有人都看到了 向圣女下达神域的经济 她作为圣女受到了委托 这消息已经在所有国家都传开了 而贝利亚只关心 如果皇帝娶了圣女为皇后 权威会变得无比强大 但这对塔恩来说并不重要 她只知道 自己渴望贝利亚 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又到了大家不喜欢的画面 咱们继续跳舞 第二天 神清气爽的塔恩 出现在亲戚们面前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 但她希望快点结束 但气氛却有些异常 夏恩打破了沉默 她说杰尔乘坐的船 没有到达目的地 而是被海盗攻击沉默了 塔恩关心地询问幸存者 伯爵解释 我们的船抵达是 船已经在海盗的攻击下 烧毁沉默了 连尸体都没有找到